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爱觉得很奇怪 就问娟子 你怎么不和别的同学玩 难道你也是转校生吗 娟子笑着回答 这个事情嘛 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 就在这时 班主任把小爱交到办公室 小爱心中有些忐忑 不知道班主任喊自己干什么 结果班主任一脸冷漠地问道 也没有什么大事 我就想问你 你最近没事吧 因为我最近听同学们说 你老是一个人在座位上自言自语 看起来有些吓人 小爱一听急忙解释 怎么可能 我一直在和娟子说话呀 这个班上就娟子和我最熟 结果班主任一脸问号 娟子 娟子是谁 我们班上没有这个人 然后班主任还告诉小爱 说小爱的学习成绩是班上倒数几名 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 后果是很严重的 对于自己的学习成绩 小爱更关心的是 娟子到底存不存在 随后 小爱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 自己所在的教室里好像真的闹鬼 不少同学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就在小爱思考着那个娟子是不是幽灵的时候 娟子同学突然出现在身后 把小爱吓了一跳 然后娟子关心地询问小爱 你在发什么单呀 是不是被班主任骂学习成绩不好了 小爱颤颤巍巍地回答 不是学习的事情 而是关于你 你如果当我是好朋友的话 就说实话 你是幽灵吗 因为你一开始就在这个班上 但是其他同学貌似都看不到你 也不和你说话 听到小爱这样说自己是幽灵 娟子非常愤怒 你什么意思 我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这样说我 看到娟子生气了 小爱非常害怕 急忙逃走了 然后班长一把抓住小爱 小爱同学 你一个人在教室里跑什么 要注意安全 于是小爱就把看见幽灵的事情告诉给了班长 结果班长对这种事情很有经验 班长说 幽灵这种东西 你只要无视它 过一段时间 它自己就会消失了 所以你不用害怕 以后可以和我们一起玩 就这样 小爱听取了班长的建议 开始和他们一起玩了 并且再也没有和娟子说过一句话 不过身为幽灵的娟子却没有就此罢休 他一直跟着小爱 就连上课的时候也是恶狠狠地盯着小爱 让小爱感到浑身不自在 过了一段时间后 娟子突然就消失了 正如班长所说 只要对幽灵视而不见 总有一天 幽灵会自己消失 这天 班主任公布了同学们的考试成绩 倒数第一的是娟子 不过他已经转校离开了 小爱听到娟子的名字 立刻就懵了 然后站起来质问班主任 老师你在说什么 娟子不是幽灵吗 怎么又会转校 结果班主任能能地回答 是啊 因为成绩倒数第一的娟子走了 所以现在班上倒数第一的就是你的小爱同学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班上的幽灵呢 说完 同学们齐刷刷地转过头 并坏笑着看着小爱 这一刻 小爱也终于搞明白了 班上的幽灵是这样一回事 而接下来 小爱就要面对娟子所经历的一切 谁叫自己是班上的倒数第一呢 故事到这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呢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